我姓孙在哪里的在太阳的阳 其实在你的讲义上面 也可以看到我的电子邮件 我的LINE ID 我的WeChat ID 都欢迎大家来跟我去做联系 我目前除了就是在 比较少的公家机关 来去教授电脑技术应用 然后我还在国立阳明大学 继续攻读我的博士学会 希望早一天能够拿到这个博士的文凭 那我希望说在我的 就是20多年的专业电脑技能 然后也有了30几张的 国内国际的电脑建造 无非是希望说把电脑的应用 电脑的应用 能够去做一些推广 我这支手机 我的Home 我的第一页 第一页 其实讲第一页 它真的不是在第一页 它是在第二页 我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一页 就是原安排出厂设定 那些基本的APP 请问一下 您觉得 当我今天我要使用这个APP 这已经都有APP了 那如果我今天我希望有更其他的 例如说跟游戏相关的APP 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用这个play商店 来去做下载跟安装 下载跟安装 好 我个人最喜欢 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APP 就是我每次上课我教第一个一定要亲自安装的APP 你们猜是什么 我的讲义里面第一个教的是不是 Who's Code 应该还不是 我现在要跟各位分享第一个就是需要自己去安装的这个APP 它叫做Who's Code 就是谁打来的电话 你看哦 你看哦 像我的手机上面 手机上面 当然会看到像例如说什么 一接就挂 想一生就挂 请问你看到这个电话 你要接吗 不用接 然后例如说 我这边 我这边这个Who's Code 接到一通就是什么 富邦银行贷款推销 请问你还要接吗 就不要接这通电话了 这样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所以我觉得 与其教你们装什么 垃圾清理的APP还不如先教你如何事前就是电话铃响就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 然后你决定要接还是不要接 请问一下 一接就挂 或者是推销公司打电话给你 你要不要接 不接嘛 可是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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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让他想的七八声 好像感觉 没有这个人 请问你会选择哪一个 我建议你们选择第二个 为什么呢 因为假设你 你点那个 就是挂断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 这个门号 是有人正在使用的 可以理解吗 可不可以听懂 如果不能听懂 这边要解释清楚 就是说 假如说今天 有一个叉叉公司的 真的要叫叉叉公司的那个 推销好了 好 你不想要再接到这通电话 那就麻烦你 就让他想够 想实声 就是让他 对方主动挂断 他会以为说 这支电话可能是 没有人在使用的 或者是长期无人接听的电话 可是 如果说你今天 你点了一个挂断 他就会知道说 这个人可能现在正在忙 我现在先不要播 我稍后晚点再播 你看他多贴心啊 可是你又不想要接到 这种人的电话 可以理解 所以尽可能的 不要 不要去管这种 这种 你不想接的电话 好 那你要如何知道 这些是你不想接的电话 所以很简单 就请装 boostcode 所以我们现在先教你 第一个我觉得 很棒的 这个 APP 首先我们先到Play商店 请点选Play商店 然后在Play商店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去输入什么 我们可以去输入你要安装的APP 例如说好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输入W 好点选最下面这个搜寻 然后我们去输入whoscode 看这边你打whos他就跑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请点他whoscodewhoscall 然后点选搜寻 但是为什么我这边跑出来的 居然是这个 我看一下 我应该没有打错字吧 whoscode 我应该是这个 W WHOACALL 你们看的 你们也是看到这两个是吗 奇怪我这边 我看一下 应该是一个 是电话 逆色电话 那个就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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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了 谢谢 就是 刚刚在这个地方 我刚刚是在图书里面找 Who's code 所以 首先应该是在应用程式 然后去搜寻 Who's code 然后这边是会看到这一个 Who's code 然后防诈骗 对 就是这个 来我们先点选 安装 把它安装下来 那我没办法实作给你看 我只能就是说了不起请同学打一通电话 可是我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谁 我就会选择要接或不要接 可是可能会等到什么 一段时间之后真的接了一通那个什么 来路不明的电话 他就会呈现说这通电话是谁 好 例如说我现在点开启 然后他这边就会说欢迎使用Who's code 然后开始使用 然后呢 要将Who's code设为预设拨号应用程式吗 好 使用 再次确认 好 更换好了 好吧 好 稍微等我一下 我要完成 我的注册 像我手机都只是在做这件事 好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 这个Who's code 我是不是装进去了 装进去 以后我只需要做一件什么事情 所以 我需要把Who's code打开到最上层 所以这边要打开 然后这边说什么Who's code进阶版 那7天免费成稍后决定 稍后决定 好 前往前往前往设定 好了 那这些应该都设定好了 那这些应该都设定好了 电池 电池 位置 简讯 好 那目前现在都没有任何的记录 我现在来去看一下 这个Android的设定很复杂 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的通话 不用请啊 不用请啊 我 7天免费 不是不是 你要点那个稍后设定 反正就是 它是可以让你用的 我都有进去啊 我刚刚就是 点那个稍后 因为我这里面一通电话都没有 因为它没有SIM卡 所以没有电话记录 我要请你们稍微看一下 如果真的有装SIM卡 你看一下 这个地方 它就会告诉我们说 什么 它是什么 想一声就挂断 好 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所以到时候你的电话一进来 它这边就会告诉你 这个人是神 好 例如说我这边有一个叫做 一接就挂 好 所以它自动就会主动告诉你 而且它会给你一个惊叹号 好 这样可以了解 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所以 所以有了 有了 这个是中华电信跟中研月的一个合作方案 所以它是用免费的方式 但是它有进阶版 我觉得我们一般人不需要它的进阶版 我们只要知道说 这本是神就好了 好 不需要到什么Pro那个版本 我目前是都没有付任何一块钱 是可以继续一直使用 所以你要是说 一刚开始它会叫你说什么 稍后设定 要不要使用那个Pro版 你就选择不要使用就好了 好 这个是叫做Whose Code Whose Code 就先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 要等到真的你有电话进来的时候 就会知道说 这个人是谁 例如说 例如说 我现在我就举一个例子 呃 等一下我要先跟他们讲一下 就是上课测试 上课测试 哦 等一下 你看 我等一下打一通电话过去 你看说它会呈现什么 好 例如 例如 我现在就拨一个电话 好 你这样可以了解哦 就是说 它就不会在这边 显示任何的资讯 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那个什么被它注册的那种变化 什么一接就怪 或者是什么 传销公司 什么推销公司 这样可以了解吗 可是 如果说今天真的 真的有那种情形 呃 例如说 有什么富方集团 什么推销公司 它就会直接显示那个名称 你们就可以选择 不要去接 记住 记住 就是 假设 假设我现在电话进来了 记住 不要去点这个挂断电话 因为这是对各位是有帮助的 好 不然它就 它会变成 你 它就把你列为说什么 可能只是暂时不方便接电话的人 好了 这是第一个 我想要跟你们分享 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APP 它叫做 Whose Call Whose Call 那 接下来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 假设我今天这个APP 我不要了 好 那怎么样可以去把它移除掉呢 好 我现在就要 现在就要动手做这件事情 不想要各位 你们的储存空间大不大 好 有些人他很在意储存空间 所以他希望 你就真的直接把这个 Whose Call 然后整个移除掉 可是 大家都知道说 好像移除APP的方法 就是 按住它 按久一点 然后有没有看到 解除安装 对不对 或者是说 按住它 然后 以前 以前可能往上拖曳 好 我现在这一个Android的版本 就是 按住它 然后再点 这个解除安装 好 可是我要建议各位 如果你真的要解除安装 我建议你应该在一个位置来去做解除安装APP 那样子的解除安装 那样子的解除安装才真的可以把这个APP给完整的删掉 好 好 来 麻烦请到Play商店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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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在Play商店里面进行APP的移除 所以点选Play商店 然后 然后 左上方是不是有一个选项 选项 所以请点这个选项 然后 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 由上 往下来去找 第一个 我的应用程式和游戏 就是 我曾经装过的APP都在这里 所以请点它 我的应用程式和游戏 点了它之后 然后在这边有可更新的 已安装的 有看到 好 这些可更新就是全部都是可更新的 我现在要请各位选的是已经安装的 在已经安装的里面 好 从上往下来去找 那个Whosecode应该在很下面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那 那你一定会有说 这边是开启 开启就是 开始使用它 可是呢 可是 它这边也提供删除的功能 就是 请点选 刚刚这个Whosecode 对不起 对不起 已安装的 Whosecode 点下去之后 这边是有看到解除安装 这个解除安装 才真正的把你手机里面 跟Whosecode有关系的 全部都删掉 这是 我们在哪里下载 我们在 play商店里面进行APP的下载 那你应该是要在APP 就是play商店里面去做移除 这样子的移除 这样子的移除 那我再去做移除APP 加密码 对不起 加密码